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想象吗 想得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有一颗狮子的心 因为他面对许多的拒绝 牛的力量 因为他可以忍耐 高阳的灵 虽然他面对很多的困难 他仍然忍耐到底 荷西亚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描述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恩慈 在长存的神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 我深信圣灵会把更深的真理启示给我们 在约翰义书第四章第八节 He who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for God is love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Here we see John begin to say that God is a God of love 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In 1 John chapter 4 verse 16 约翰义书第四章十六节 For we know and believe the love that God has for us for God is love And he who abides in love abides in God And God in him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Here we begin to see John begin to portray to us about the love of God 在这里我们看到 约翰如何地去描述神的爱 The most wonderful scripture that's found in the Bible about the love is found in John 3 verse 16 在圣经里面 最能够描写神的爱的 就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Whosoever believed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at everlasting life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不只是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蛮有爱的神 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是一位施予审判的神 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记载 But I saw heaven open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 and he who sat on him was called faithful and truth and in righteousness and he judged and make war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 诚信真实 他审判 圣经是非常平衡的 他讲到神的慈爱 也提到神的审判 在荷西亚书 以色列人离弃神 他们敬拜偶像 过着犯罪的生活 过着虚谎的生活 if you were to see what happened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要是我们看 以色列所发生的事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always like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他们和神的关系 总是起起落落 from a human point we would have given up on Israel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放弃以色列 but God began to reach down to Israel 可是神却辅救以色列 se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creation 从创始一开始就看到了 Adam and Eve walked with God 亚当与夏娃与神同行 the fellowship with God was so vital 他们和神的关系 是那么的密切 and when Adam and Eve sinned against God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 他们躲起来 神就来到他们当中 and search for Adam and Eve 找寻他们 神知道他们在哪里 但是神还是呼叫他们 神吸引亚当和夏娃 遮盖他们 神没有停止和他们对话 圣经说神对亚当的世代说话 正如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所看到的 他们和神的关系 总是起起落落 上上下下 在和西亚的时代 同样的情形发生 他们转离神 接着和西亚的事工 神吸引他们回到身边 让我们从几方面来思考 神吸引他们 好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 同样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也一样 人的心总是邪恶的 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记载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道极处 谁能识透呢 我们都无法明白自己的心 除非圣灵向我们显示 你的朋友不知道你的心 你的丈夫或妻子不明白你的心 你的丈夫或妻子也不知道你的心 只有圣灵明白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能力犯罪也会固执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6章45节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会说出善的话来 所以耶稣说 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头就发出来 真言第4章23节记载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正如路西弗在心里面说 我要像神一样 有两样事情可以在心里面发生 我们的心会刚硬 我们也可以柔软 当圣经讲到刚硬这个字 它所讲的并不是肉身上心脏的那种硬度 心是我们心灵的中心 就是我们全人的一个思想意识的枢纽 我们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刚硬的心 那就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固执 有一颗刚硬的心就是说我们非常的固执 要是我们不处理这顽梗的心 就会有邪恶的行为 那就形成了一颗刚硬的心 我们对于圣灵就会失去了这个敏锐的心 最终我们对于神的事情视若无睹 我们从以色列子民的身上看到 当他们从以色列出来 当他们渡过红海 在这之前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手拯救他们 他们看到埃及的军队死在红海里 他们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赞美 三天过后来到旷野 当他们看到自己没有水喝 他们以不幸的心向神埋怨 三天前他们在神的面前欢喜雀悦 过了红海三天之后呢 他们的心开始刚硬 他们忘了神在埃及所做的大事 我们是不是也烙在同样的情况中 星期天来到神的家 我们蒙祝福 我们领受祝福 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 我们在主面前欢喜快乐 我们来到星期三 我们行为以色列民 这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我要吸引你到旷野 好让我柔声对你说话 让你的心能够软下来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心软化下来 神就能够对我们说话 我们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第二 神劝导他们 而让他们改变方向 对于改变我们常常挣扎 我们总是有自己做事的规矩 很多人要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 看起来是困难的 神对以色列民说 我来劝导你 好让我领你们到旷野 起来看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以色列民的回应 是那么的高傲 只要他们愿意顺从神的话 他们就能够得安息 今天圣灵也对我们说话 神要帮我们带回到古道上 要是我们能够回到古道上 就能够在心里的安息 神的美善在以色列身上 要是他们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上 我们看到荷西阿书二章四节 正如我们在荷西阿书二章十四节所看到的 提示录二章十四节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这正是荷西阿书所提到的 以色列民的行为 在荷西阿书的时代呢 有虚假的教导 在荷西阿书十章十二节 神对他们说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义和雨降在你们身上 他们在拜偶像的事上栽种 现在神吩咐他们要栽种公义 在启示录提到 在他们当中有不道德的行为 在荷西阿书中 他们有犯罪的行为 神劝导他们 去到旷野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方向 我怎么样改变我的方向呢 当我们开始信靠神的时候 在真言第三章第五节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i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Are you trusting yourself 你是否倚靠自己的能力 trusting in your finance 倚靠你的经济 trusting in your own success 倚靠你的成功 All these things are never wrong when you become the priority in our life 但是如果它成为你的优先 then it becomes wrong 才成为错的事 神要我们倚靠祂 神要我们倚靠祂 How can I change my ways 我如何改变自己的方向 I ask the Lord for help 我向神求助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asked God to help you 你最后一次 向神求助 是什么时候 Thank the Lord 我们感谢神 Even God allure us 神劝导我们 He speaks softly to us 祂柔声对我们说话 He desire 祂的期盼 There will be a change in our life 就是我们的生命 有所改变 Is God alluring you 神在劝导你吗 If He's alluring you Don't struggle 如果祂劝导你 不要挣扎 You just come to Him 你只要来到祂面前 Let us pray right now 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 As you hear the voice of God 当你听到神的声音 You will not struggle 你不要挣扎 Let us pray 我们一起祷告 Father I pray right now 天父我这个时候祷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的名祷告 Father as you allure us to the wilderness 天父啊 当你劝导我们 领我们到旷野 As you speak to us 你柔声对我们说话 We will respond to your voice 我们对你的声音 发出回应 That there will be a change in our life That change will bring glory and honor to you 我们的改变能够荣耀你 As we commit our hearts before you 我们将心交托给你 In Jesus' name we pray 本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 Amen May God bless you 愿神赐福给你 And strengthen you 坚固你 As you walk in the love of God 当你在神的爱中同行 Don't struggle in your heart 不要在心中挣扎 When God allure you 当神劝导你的时候 He will lead you to the wilderness He will lead you to the wilderness He will lead you to the wilderness A place of solitude 这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A place of quietness 这是一个安静的时间 So that you can hear His voice 好让你能够听到祂的声音 God bless you 神赐福给你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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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ti representatives jede experiencia 神赐福给你 toda fifl pour Cutti 吕 辣 耶和花 是我的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 躺我在青草的沙 令我在 可暗邪的水边 耶和花 是我的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 躺我在青草的沙 令我在 可暗邪的水边 它是我 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命 引导我 走一路 我虽然 行过死影的游路 也不怕 遭海 因为你 与我同在 你的脚 你感到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为我 摆设沿行 你拥有 高了我的痛 是我 父被满意 我一生 一世必要 恩惠 慈爱 随着我 我 随着我 我且要 住在耶和华的面中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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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乘着我 你 乘着我 我 乘着我 我 乘着我 你 乘着我 你 乘着我 爱和花是我梦见 我并不知缺乏 不知缺乏 爱和花是我梦见 没有大家都爱我 你的甘也爱我 你的甘 你竟然住在你的天中 我爱慕着 叶和花 直到永远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